本影片建議搭配上一部SBL特化隊影片觀看 如同標題 本影片會告訴觀眾如何組特化隊 然後進行實戰 最後簡單總結 本次以特技獎 組合技獎 回復獎 進行講解 這算是第二男組的特化隊 因為需要思考成員的工作和類型如何分配 也比較需要提升卡牌的技能等級 好比說多增加一些組合技量表 絕對能增加得獎機會 特技獎和回復獎的關鍵在上一部影片解說過 這邊不追數 紅組三張牌還是從這十張牌選擇 其中這兩張的特技本身就是回復體力 通常不會放在紅組 組合技獎的關鍵在於組合技發動次數 每發動一次 組合技算一次 相比前兩者發動一次特技就算一次 組合技需要填滿組合技量表並發動才算一次 因此工作分配部分 只需要安排兩位成員負責組合技 剩下四位負責回復 回復獎和組合技獎評段標準不同 也導致如何得到後者的思路有差異 回復獎是看回復特技發動次數 完全不管回復量 因此SK類型絕對優於其他類型 但組合技是看組合技發動次數 玩家要思考如何儘快把組合技量表填滿 有些玩家認為應該放SK類型 提高特技發動機率 同時穩住特技獎 但有些玩家認為同樣是增加組合技量表 在大部分情況 SK類型的技能強度較弱 會影響填滿組合技量表的速度 另外SPE類型也能增加群組的組合技量表增加量 不過這時候又有些玩家提出SPE類型會降低群組特技發動機率的缺點 本人想用期望值的方式告訴玩家 最佳姐究竟為何 卡牌有UR和SR 基礎特技發動機率分別是33%和30% 從原認定都是30% 群組有一張SPE類型和兩張SK類型 特技發動機率可以加5% 群組有三個鑰匙圈 可以加12% 整隊有五位成員的優施爾 能在切換群組時 增加特技發動機率 每切換一次群組 特技發動機率期望值是加13.2% 又因為會持續十個節奏圖示 而在這期間至少能切換兩次群組 從第六個節奏圖示開始 可以加26.4% 加上前面47% 總共73.4% 根據不少玩家說法 特技發動機率上限是66%到67% 73.4%已經超過上限 搭配前面分析過SPE類型和SK類型 可以發現SPE類型的優點還在 缺點消失了 反觀SK類型的優點沒有意義 缺點也還在 當然這是建立在負責回復的四張牌 都是SK類型的情況 但還是有參考價值 接著進入實戰環節 偏向Ooo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也不用擔心張力排名太難看 當然這隊伍肯定還有進步空間 本人也會進行檢討和改進 以上是本影片全部內容 有任何建議和批評都歡迎告訴本人 感謝觀看